上次會議事錄決定、確定、討論事項 繼續審查委員陳廷菲等21人擬據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80案 決議 各案均定期繼續審查 第一案至第47案提案條文均已宣讀完畢 宣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等到現場人數夠了 再來確定上次會議事錄 我們稍等一下 好 我們等一下確定議事錄 今天是繼續審查委員林維周等18人擬據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蔡毅宇等17人擬據 刑事訴訟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上兩案本會在4月28日本會期第19次會議審查決議 報告及巡查完畢 定期繼續審查 好 我們現在因為這個林維周委員等18位所擬據的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還沒有宣讀 我們先宣讀條文 請參看條文對照表 第133條 第一項 與現行條文同 未修正 增列第二項 前項得沒收之物 指為禁品 供犯罪所用 犯罪預備之物 犯罪所生之物 及犯罪所得 第三項 與現行條文第二項同 第133條之一 為保全追徵 必要時得著量扣押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 第141條 得沒收之扣押物 有喪失、毀損、嚴重減損價值之餘 不便保管或保管虛費過拒者 得便價之 保管其價金 第141條之一 法院或檢察官 依扣押財產所有人之申請 認為適當者 得以裁定或命令定相當之擔保金 於財產所有人繳納後 撤銷扣押 法院於前項之裁定前 得徵詢檢察官之意見 第404條 前段第一及第一款 與現行條文同未修正 第二款修正為 關於積押、聚保、折付、限制住居、搜索、扣押或扣押物發還、便價、擔保金、身體檢查、通訊監察 應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處所之裁定 及依第105條 第3項、第4項所謂之禁止或扣押之裁定 第三款及第二項 與現行條文同未修正 第416條 前段與現行條文同未修正 第一款修正為 關於積押、聚保、折付、限制住居、搜索、扣押或扣押物發還、便價、擔保金 應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處所之處分、身體檢查、通訊監察 及第105條 第3項、第4項所謂之禁止或扣押之處分 第二款至第4款 第二項至第5項 均與現行條文同未修正 第455條 前段與現行條文同未修正 第一款修正為 被告願受苛刑及沒收之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 以下第二款至第4款 第二項至第4項 均未修正 與現行條文同 第455條之12 刑法第38條之3 第三項禁止處分之執行 由法院為之 第473條 沒收物於執行後三個月內 由權利人申請發還者 除因破壞或廢棄者外 檢察官應發還之 其以變價者應給予變價所得之價金 第475條 扣押物資因受發還人所在不明 或因其他事故不能發還者 檢察官應公告之 至公告之日期滿六個月 無人申請發還者 以其物歸屬國庫 所以在前項期間內 其無價值之物得廢棄之 不便保管者得命變價保管其價金 宣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 這個條文宣讀完畢 我們現在現場人數已經夠 請問各位 委員對上次會議議事務有無錯誤或遺漏 如果沒有 我們就議事務就確定 我現在介紹列席的官員 首先介紹司法院林錦芳秘書長 刑事廳蔡彩珍廳廳長 法務部陳明堂政務次長 檢察司林邦良司長 檢察司余立貞副司長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謝碧蓮檢任秘書 財政部官務署 陳寶華副組長 好 各位同仁 我們對於這個 我們先審查林維州委員等18位擬據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那在各位桌上有這個修正草案之外 有一份司法院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記回應意見 他們桌上有這份嗎 蛤 這份有嗎 沒有嗎 司法院提供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因為這個還沒有正式送進來喔 那麼給各位做參考 好 那我請問一下這個司法院你要不要先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來 請秘書長 來 請秘書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午安 謝謝主席給我這個機會來就這個相關的條文 相關的草案來做一個回應的說明 那首先一個是針對林維州等委員所提的 這個所提的修正草案的這個條文 這本身喔 簡單的講就是說 他這個規範的這個所提的這個草案 有很多喔 有一些是重複規定 比如說第一條就是一個跟刑法 第38條 38條之一第一項重複規定 而且把實體規範納在程序規範顯然不當 那其他的還有很多是疏漏的地方 比如說第133條之一 那這個不管是賦誰搜索的扣押 或是非賦誰搜索的扣押 本身都應該徵循正當法律程序 但是呢這個草案本身喔 沒有就比如說令狀原則申請程序 決定主體跟執行機關等程序規範都沒有 跟這個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應該遵守的正當法律程序不相符 那還這個其他的各個條文都有一些不盡妥事 或是規範未盡完整的地方 在我們對照表裡面跟回應意見有詳細的說明 我在這邊就不多說 那請各位委員各位先進來參考 那至於本院今天放在各位桌上所提的 行事狀況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這個總說明跟那個具體的一個條文 那我們的考慮是比較 對照這個林委員所提出的提案 是比較周圓一些 我們增定了總則篇第11章搜索扣押的 這個相關的規定條文 增定為了保全追徵的扣押規定 並且扣押標題為不動場傳播 航空器載權之情形 增定特殊扣押的方法 並且明定扣押的效力 那第二個就是 非附隨於搜索的扣押改裁令狀 跟相對法官保留原則 並且明定檢察官得進行扣押之例外情形 跟其承報法官事後審查之義務 第三個是修正扣押裁定之執行 與提示的規定 第四是增定扣押物之變價與得阻託執行之規定 例如是增定替代保全的扣押程序 那第二篇第一章第三節的審判部分的相關條文 也就是說配合刑法關於沒收制度重大變革 沒收不是重刑 所以增定有罪判決書記載的事項 包括沒收 依應實際是實際上的需要 那第四篇的抗告部分的條文 對於法院所為 關於扣押物變價跟擔保金制裁定 或檢察官所為這一類的處分 應該賦予當事人救濟的機會 那第八篇的執行的部分 因為行事說已經增定了保全追徵的扣押 那拍賣也修正為變價 那另外沒收財產 尤其是犯罪所得 常要源自被害人 所以應該先滿足被害人所有物的反反請求權 即因為犯罪而可以行使債權請求權 所以增定這個債權請求權 已經取得執行名義的權利人也可以就 墨收物追徵財產收藏 並且適度的延長權利行使的期間 來落實對權利人的保障 所以我們提出來的這個草案 是沒有辦法來對應這個林委員所提的 因為無從對起 因為它有很多疏漏的一個規定 那所以我們這一共是提出來修正的11條 增定的4條 所以一共是15條 那這裡就是因為無從對應 所以見請招委 稍待本院我們的版本來復委以後 再來審查 那在此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行討論這個兩個版本 隨時可以先行討論 我們可以來先做一個協調 那以上是簡單報告 好 謝謝司法院的說明 我們接下來請法務部陳明堂次長來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那有關於本次所要審查的這個 有關於保全性扣押的部分 有關於保全扣押是整體沒收新制 這個很重要的程序 所以委員版 那這個提出了以後呢 我們認為說 司法院到昨天是提出了一個15條的 扣押新制的版本 那其中 司法院所提出的133條之一 這個版本的話呢 會收的扣押 要採法官保留 這一部分的話呢 法務部認為說 在法官保留 是不是從大法官的443號解釋 704號解釋等等呢 有關於法律保留原則 正當程序的部分的話 並不是說所有的令狀都要 所有的強順詞分都要 並沒有明白地表示說 一定要採令狀主義 那在實務上的困難呢 比方說 非搜索性的 有搜索的扣押 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非搜索性的 比方說 檢察官 如果在開庭的時候 或是司法警察 在領檢的時候呢 查到的 某種可沒收 或是可為證據的 比方說手機 那如果不馬上實施扣押的話 還要再來申請 那可能他相關的資料 會被禮得掉 在幾秒鐘就禮得掉 所以這種情形之下的話呢 可能會緩不济集 而且造成耳後證據上的問題 那同時呢 縱然要核發這個相關的令狀 那目前呢 在法院的實務上 要核發搜索票 監聽票 申請羈押 這個呢 常常會有 因為法官他不是20小時在院內 值班跟檢察官的性質不一樣 那檢察官因為內外請的值排班 所以呢 他一定要有值班 但是法官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可能會造成某些時候找不到法官 尤其在比較小小的 中小型的法院呢 常常會找到 第二個呢 那有關於申請強制處分 申請強制處分的作為 如果要令狀主義的話呢 那因為各個法官不同 有的法官值班 是民庭的法官值班 是執行的法官 民事執行的法官來值班 對於刑事作為呢 也許不是那麼選手 這一部分的話呢 在專業度呢 會不會有城鄉差異 還有各種不同的專業法庭的差異 第三個呢 法官的標準可能會不一 因為也許今天的法官 跟明天值班的法官不一 所以造成審核上 會有實務上的困難 然後呢 法官有的是 我特別嚴格 甚至知道 我在某一位A法官 可能在比較嚴格之下呢 那司法警察 或是說 檢察官這邊的話 可能跳過今天去不找他 找明天的B法官 這個就以靈為禍呢 也造成法官勞役不均 工作上的困擾 第四個呢 可能不付理由 不過司法院的版本裡面 有提到付理由這個部分的話呢 因為法官沒有看見 沒辦法詳細寫 駁回的理由或命補證 所以這個事情呢 這有關於理由的部分的話呢 可能會 法官沒辦法處理 那在外國法治裡面呢 有令狀的法官 也就是所謂的偵察法官 像德國有偵察法官 法國有預審法官 奧地利瑞士 新制的行政法呢 有規定強制處分前的專業法庭 美國有治安法官 所以這個呢 如果一定要採令狀 注意到法國部認為說 在專庭 法院專庭的部分的話呢 為了解決的困境 是不是要在專庭 除了扣押以外呢 其他的這個 強制處分的話呢 要及時處理 不然的話呢 隨著犯罪的國際性 快速性 那集團性 要一個轉帳 一個匯款 所以最近 我們被批評說 我們在國外詐騙 這個匯款都匯到台灣 然後馬上又轉出去 那車手一下子幾十個 就出去了 像這種事情 可能只有在短短的幾分鐘 甚至不要到一個小時 所以法官這個保留的話 對這種快速隱匿犯罪手的模式呢 會不會造成一場空 這一點呢 也需要各位委員來指教 看看能不能如何處理 那關於司法院版的話呢 那法國部綜合 看看司法院的版本呢 有關於委員的版本 133條跟133條之一 我們建議是可以 合併採取司法院草案的133條內容 全部我們可以參財 就是有關於把 原來委員版的133條之一的話 併到司法院所提的這個133條裡面 這個是 那第二個呢 委員版的141條 跟141條之一 就是有關提供擔保金免扣押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新制 那那個司法院的版本呢 也有類似的條文 那文字上可以再著修 另外473條 發完被害人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今天也是可以著採司法院的意見 來做文字上的處理 那因為司法院的版本還沒有送進立法院來 所以司法院的這個意見的話呢 我們也不是完全說不可採 認為完全不可採 除了剛才講的令狀主義 問題比較大以外呢 那是不是今天的版本 委員的版本可不可以先過 然後呢 讓司法院的版本進來 可以做 在額後修法 甚至於說在司法改革 的公開討論以後呢 再提完整的修正案 避免影響7月1號 第三的沒收程序 跟扣押保險程序的這個修法實程 以上說明進行指教 好 謝謝 司法院林秘書長的意見是 因為司法院的版本還沒有正式送進本院 那所以呢 他是建議今天 可以先就林維州委員的提案 跟司法院準備送進來的版本 先行協商 但是今天先不處理 法務部的意見呢 是希望在林維州委員的提案的第133條跟133條之一啊 合併參卓司法院的對應的條文133條 然後把它合併到這個133條啊 來做這個133條的條文 然後呢林維州委員的版本的133條之一 我們就不處理 我們就不處理 然後呢 其餘的 呃 我們就到404條 404 416 455-2 455-12 473 475 所以這個應該是法務部的建議嘛 好 好 那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 我們 呃 是不是就 來先進行協商嘛 是不是 主席看怎麼樣 還是 我的建議是這樣啦 齁 就是 能不能 呃 我們要在 我們要現在用會議的協 會議來做協商 還是我們休息 然後讓雙方先 司法院跟法務部先去協商 然後我們一段時間之後 再 看他們協商的結果 好 各位同仁你們的意見 你們談過沒有 還沒有 先給他們看多少時間 主席是不是宣告休息 我們拿協商一下 我們 休息到 4點30分 好 然後 4點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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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現在也播一個 一個半鐘頭 一個半鐘頭 你那麼樂觀喔 你以為到 你是覺得說 半個鐘頭就可以協商結束嗎 要協商條文還是只是協商 我看主席啊 是不是把法治局的整理的條文 提供給雙方吧 好 好 那個 我們把法治局的條文 好 那個 郭主長你 你辛苦你 你坐過來 等一下休息 一起協商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法治局整理的條文一併提供 所以我們現在會有 林委員的版本 會有司法院的 預備送進來的版本 然後會有法治局的建議的條文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休息 到4點30分 繼續開會 那如果 協商如果提早有結論 我們就提早開會 欸主席 你現在協商是只有 程序的 還是說你是要進入主條的協商 那主條 我現在是休息 現在不是協商 我現在是休息 那你們休息期間 你法務部跟司法院如果不談的話 我也沒有意見 就是這樣 我們休息到4點30分 好 有些人 是 今晚不在座房子 在座房子 那你們在座房子 卡一的 先晚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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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們在這個泥草案的時候 也有考慮到委員說的這個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思考 不過後來呢 我們發現說其實法院 他在第一線的時候 要去判斷說 這個到底是可謂得為證據 或是得為沒收之物 其實有時候是很難判斷 甚至有時候呢 一個特定物呢 它既可謂證據 又可謂得沒收之物 而且常常得沒收之物 就是可謂證據之物 所以這樣的一個區分 可能在實物上 不但沒有辦法去疏解 這個我們原來所擔心的繁複 可能會增添更多更多的一些問題 可謂證據之物 我們會有請到這個地圖 可以賺到這個地圖 就是因為我的地圖 受到這個地圖 我們會再去判斷 這類的地圖 可以賺到一個地圖 也不是很快 本地圖 也不是很快 可謂證據之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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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